各位666宿友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济片 要想成为有钱人 很简单 每天多看点经济新闻 不管是腾讯新闻 还是百度新闻 还是我们央视的这个新闻频道 没事干多看看 多看看对你有好处 这个世界有三种人 穷人 中产跟富人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看不到V也看不到G的人 就是穷人 他会失去自己的家园 失去自己的所有 只能当成别人的韭菜 那第二种人是看到V的人 他看到V了以后 他啪的不敢弄躺平了 他最起码比那些看不到危机 还在拼命投资的人要强 最起码能活下来 最起码不至于去街头要饭 最起码不至于成为失信人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已经负债了 可能说出这个数字 都超乎你的想象 你们自己上网查吧 我就不说了 你们知道 现在全中国的失信人有多少吗 你们自己查吧 这些单位都是以千万级 以亿级的 你们自己查吧 第二种人叫躺平 啥都不干了 那第三种人是不单看到了V台 看到了机 就像罗伯特清奇一样 对不对 而且他不单是V机来了以后 看到他提前就看到了 只能成为富人 2000年之前 他看到了要发生金融危机 08年以前 他看到了要发生金融危机 19年他就看到了 2022年要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这三次金融危机 不但没有让他亏钱 反而让他赚得碰满 用罗伯特清奇的话 我用一次金融危机赚的钱 是我这辈子的总和 他看到金融危机以后 就把手上的资产全变卖 全变成现金 除了自己住的房子 开的车以外 对不对 除了自己买的这个保险 跟黄金以外 剩下的资产全变卖 然后就等着 等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 发生五大资产 2000年 黄金跌得最狠 从几百块跌到了几十块 欧印黄金 直接买了六吨 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亿 美金 第二次 08年金融危机 他又是一样 看到了 这个危机要来临了 也是一样 所有的资产全变卖 然后等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 发现这一次 是房地产跌得最狠 跌了百分之八九十 大量的买房产 一买就买了几十亿的房产 又一下子赚了 好几十亿美金 所以周老师 在2019年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预言到 2022年 全球会发生一次 非常大的金融危机 然后一定要提前 大家把手上的房子 股票 基金 这些东西能变现的 尽量变现 手握现金 结果没有人相信周老师 还有无数人诋毁周老师 但是你们看看巴菲特在干嘛 巴菲特2022年的股东大会宣布 他那一年的收益率只有2.4% 很多人都认为巴菲特老了 不是 是因为巴菲特大量的 在抛售手中的仓威 每一次巴菲特投资回报率 跑出大盘 都是因为他在提前套现 老头是个狙击手 他就等着金融危机来 什么叫股神 老头炒股炒了八九十年 都活了九十多岁 从几岁就开始炒股 经历了七八次股灾 为啥每次都能全程而退呢 因为他不但能看到 危机还能看到机 永远是在金融危机来之前 他把资金权抽出来 资金来了以后 股票跌得最狠 买那些优质资产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把那些顶级公司 全埋在自己手上了 不就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包括贝索斯 包括比尔盖茨 包括马斯克 包括马云 包括黄征 对吧 包括刘强东 都在干嘛呀 都在嘎嘎套现呀 人家都看到了 从2019年开始 这些大佬都已经在套现了 周老师不停地跟你们讲 你们还是不相信 到现在为止 现在已经是2022年 马上2022年都结束了 请问周老师在2019年的预言 有没有兑现 周老师在19年预言的 2022年会发生金融危机 在座各位 你告诉我预言对了 还是预言错了 今天咱回过头再来看一看 你去翻一翻周老师的短视频 都能看到日期 19年就开始预警了 预言对了吗 错 预言错了 因为我现在发现 这一次不是金融危机 是经济危机 金融跟经济是两个区别 金融它只是某一个金融产品 发生的危机 它可能一到两年就能够瞬间复苏 但是经济危机可不是 我们在08年发生的是金融危机 我们在97年发生的是金融危机 对吧 我们在2000年发生的是互联网危机 都属于金融危机 但是在1929年 你们去查一查发生了什么 那是经济危机 直接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次是经济危机 朋友们 2019年全球经济已经开始下滑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明显感受到了 所以美国才会发动中美贸易战 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券国 到了2020年 疫情危机来了 疫情危机爆发 列国所有的工厂 所有的商业几乎全部停摆 那影响太大了 不用说了 酒店业 航空业 制造业 旅游业 电影业 影视业 对吧 几乎是全部都租影响 而且那一年是天灾不断 又是火灾 又是洪灾 又是地震 又是这个 蝗灾 还记得2020年 澳大利亚的山火吗 非洲的蝗灾吗 对不对 就一下子 让大家感受到 哇 苍天呀 对吧 河南的暴雨 都还记得吗 这些危机 直接会导致 粮食危机 现在粮食危机 现在已经 在2020年 周老师当时就做过预言 那现在已经兑现了 很多国家已经不对外出口粮食了 曾经最大的粮食出口过 几乎都停了 为什么 因为本国人民吃都不够了 而到了2021年 物价上涨 全球供用链危机 对吧 很多华为都知道 芯片荒 买不上芯片了 做不出5G手机了 没办法 全球供用链危机 物价疯狂上涨 那到了2022年 对吧 俄乌 俄乌这一干 直接导致能源危机 现在你们知道吗 真的就在今年 很多欧洲人流露街头 他们烧不起 用不起天然气了 他们用不起油了 他们用不起电了 所以2022年 土耳其的通胀 超过80% 阿根廷超过100% 斯兰卡这个国家旋復破产 你们都可以通过新闻 看到这些信息的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2019年 就能预言到金融危机 因为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 也就是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那一年第一次破4 破4% 破4%是08年以后的历史新高 这个指标在美国历史上 我研究了大概30年的这个指标 每一次破4 都会产生新一轮的危机 而且美国的这个案件利率 直接是超7% 已经远远超过08年 次贷危机的水平了 创20年的新高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推演出来了 这个金融危机 它一定会发生 只是时间长短 那到现在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黎巴嫩 也全部破产 货币贬值95%以上 所以这些东西都 能够推演出来的 对不对 现在美国的通胀是 美国建国200年历史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 美国的通胀 加上全球公共链的危机 再加上现在的俄乌战争 再加上现在的能源危机 再加上这个口罩危机 再加上这个粮食危机 所以导致现在全球的经济 已经进入滞胀的状态 什么是滞胀 滞胀不是骂你的意思 滞胀叫停滞性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很简单 物价上涨 经济停滞不前 失业率拼命的上升 货币疯狂的贬值 居民收入严重下降 滞胀是在整个经济学理论最难的 最难解决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互联网打倒 疯狂的套现 马云这些年已经套现了超过430亿了 对吧 马斯克 巴菲特 比尔盖茨 贝索斯 黄征 全部在拼命的套现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已经看到了 这一次他不单是金融什么什么机了 现在是经济什么什么机了 这是什么概念 这有可能是1929年到现在以来最大的一次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危机来了 一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花钱了 对不对 二你要知道怎么应对 这个很重要 那怎么应对这个危机呢 我们下一讲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